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上一期大旅给大家讲了世界三大自然之谜的天气大爆炸 收到各位网友的好评 也激发了大旅回报观众的热情 这一期 我们就来挖一挖四千年前发生在古印度的死亡之秋大劫呢 空中响起轰鸣 跟着是一道闪电 南边天空有一股火柱冲上天 有一道亮过太阳的光将天空割开了一半 房屋 借到同所有生物都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天火烧毁掉 这是古印度最著名的史诗《摩赫婆罗多》中描述的景象 摩亨佐 达罗 一座古印度繁华的城市突然消失 直到二战之前才被挖掘出来 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 原子弹之父奥文海默 甚至认为这就是一场核爆炸引发的大灾难 这场诡异事件困扰了人类百年之久 好了 现在就跟着大旅去一探究竟 摩亨佐 达罗惊动了联合国 更震惊了全世界 2022年 一场强烈而神秘的暴雨 袭击了巴基斯坦的信德省 这个省的文化 旅游 文物主管机构 联盟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信 没有提及人员伤亡 也没有提及生活困难 而是紧急申请联合国4500万美元救助资金 以便抢救这里的一座古城遗址 并要求联合国把这座古城列为 编为世界遗产名录 收到这消息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心急如焚 赶快将手头事情略作交代 就急匆匆地冲出办公室 乘飞机奔赴这座古城查看受灾情况 什么地方能惊动联合国秘书长 这就是我们本期要讲的摩亨佐 达罗古城 印度古语以为死亡之秋 又称死秋 其实摩亨佐 达罗古城在1980年就被联合国列入 世界遗产名落了 在被发掘之前 这里就是一座荒凉的沙丘 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 意外发生在1902年 当时印度殖民地的一位考古学家拉姐 班纳吉在这里考察时 偶然发现了一处繁华的大都会遗址 他的文明程度 生活设施的完善水平 人口居住的规模 可以说是当年印度和流域的人类聚集中心 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印度和城市 也是古代最壮观的城市之一 科学家测定 摩亨佐达罗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至1500年间 距今约4000年 类似于中国的夏商时期 摩亨佐达罗古城城长方形 占地面积有266万平方米 分为西面的上城和东面的下城两个区域 上城里居住的人似乎等级较高 规划完善 交通便利 建筑仅然有序 拥有大量公共设施 包括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和很多住室大厅 大厅院以及面积达1063平方米的摩亨佐 达罗大浴池等公共设施 遗址内修筑防御公式 包括城墙 瞭望台 护城河等 显然是为了抵御外敌侵害的防护措施 除此之外 考古学家还在古城里发掘出金银饰品 器皿 以及由青铜 彩桃 石头 被和制成的各种雕像 很多雕刻着文字 符号 这意味着4000年前 摩亨佐达罗已经开始使用文字了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在这样繁华如此的大都市中 却埋藏着数量惊人的骷髅骨架 迄今为止 考古学家共挖掘出约5万具骨架 它们形态各异 且摆放的位置都是十分随意 从死亡姿态判断 这是白天 瞬间 一次性死亡 有的人正在街道闲逛 有的人正在田里干活 有的人正在家中睡觉 时间仿佛被定格 几万人几乎同时死去 这座繁荣的大都市 毫无征兆地变成死亡之秋 而且古印度的所有文字记录里 已经早没有这座城市的名字 能够看到的 只有保留完好的人类遗迹 以及到处的遗骸 就此 死亡之秋摩亨佐达罗这个名字 惊恶了整个世界 随着考察发掘的一步步深入 死亡之秋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反而是越发掘和研究 越多的迷雾随之产生 使得全世界的整个考古学界 科学界 甚至玄学界和相关研究领域 都为这个古城争吵不休 为什么 是因为一忌讳说话 死秋有四怪 一怪 海谷有辐射 这座死亡之秋被发掘后 里面到处都是人体的遗骸 对这些海谷进行几十年的研究后 结果竟是让人大惊失色 因为在这些海谷中 竟然检测出了辐射的存在 其辐射水平 与二战中日本的广岛 与长崎的核爆炸相当 可是 大约四千年前的古城 怎么可能会有核爆炸呢 更进一步的考古证明 古城的废墟中 竟然有明显的冲击波 留下的痕迹 按照这个冲击波的铜心园 周围的建筑和人体海谷 按照铜心园的直径 由小到大 程度不同的纷纷向外倒下 冲击波的中心 也就是这个铜心园的原心 已经被确认 就是核爆炸的爆炸点 在这个中心点上 没有任何的人体骸骨存留 证明这个爆炸点 当时的温度 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 可以把人体瞬间燃烧成为气体 足渐爆炸的威力之大 二怪 岩石玻璃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来自各个国家的技术专家 举着各种仪器 埋头在废墟中探索之时 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几乎让他们惊掉下巴 在废墟中 竟然有一些玻璃化的岩石和沙力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现在科学已经探测到的 太阳表面温度 也就只有五千五百摄氏度而已 而这些散布在土壤中的晶体 却向科学家证明了 这里的某一个中心点 曾经历过大约一万五千摄氏度的高温 这座地球上的死亡之城 竟然承受过大致有三倍太阳表面的温度 但推测死亡之秋的所处年代 钻木取火还在应用 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 没有任何理论或发现 能够证明人类可以人为制造这一温度 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这无法解释 三怪 废墟竟有化学残留 死亡之秋带给研究者的惊讶 说起来真是层出不穷 随着研究的深入 又在废墟一带 发现了化学污染物的残留 而这只有一个来源 那就是类似于天然气或石油之类燃烧之后产生的物质 要知道石油天然气之类的物质 都是在人类进入近代以后才开始利用的 四千年前 人类的化学知识 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怎么可能利用这些物质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来自大自然的火山爆发 才能造成这种化学污染物 可是对死亡之城的地质学研究 证明这里没有任何火山遗迹 那这些化学物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怪死亡方式很奇 以上说的三点就已经够怪异了 没想到还有更怪异的 那就是在古城发现的骸骨 竟然都是保持着最为轻松自如的状态 有一具骸骨 显示出正在不进不慢的打水 有的骸骨 还似乎正悠闲地在大街上漫步 有的正依然自得地在浴池中闭上眼睛泡澡 至于那些坐着聊天的 躺着睡觉的 争给孩子喂奶的 也是一副悠闲状态 这与旁贝古城发掘出的死前慌乱的状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仿佛这座死亡之城 在喧闹的瞬间就被突然凝固了 没有任何人感受到危险 也没有任何危险的信号发出 就在一两秒之间 这座城市就这么被彻底死亡封印了 这座古城到底是什么原因消失的呢 大吕在此只能很抱歉地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悬案 因为现存的所有对这一场灾难的资料记录 都完全超出了人类目前的认知能力 用玄幻一词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有几种观点 且听且信 一 核爆炸说 咱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场灾难的发生 有着几个明显的特点 比如瞬间的突然爆发 让很多人猝不及防 就丧失生命 这就显示应该不是某一种自然灾害 因为如果是这种吞噬一座城市的自然灾害 那灾害烈度肯定非同寻常 必须要在之前有一个前兆 像地震的话 前期会有动物异常 地下水异常 地底传出声音等 火山爆发的话 前面会有几次震动 火山形体同时也会出现变化 最后才是大量熔岩的喷发 海啸也是 开始会海水大量退潮 最后才是大量海浪呼啸而来 死亡之秋的人们在被突然毁灭之前 没有任何的灾害意识 足以显示这是一场突然的 非大自然的巨大灾难 而且有明显的冲击波痕迹 满足这一点的只有核爆炸了 加上废墟中出现的玻璃化的沙岩 证明了灾难发生时 有着极高的温度 以致让岩石 沙里都被融化 除了核爆炸 很难再有哪一种爆炸能够解释这一场灾难 如果在结合遗址中出土的遗骸检测处的核辐射 几乎就是铁板钉钉发生在死亡之秋的劫难 就是核爆炸无疑 这一假说是建立在科学的鉴定与分析之上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原子弹之父 奥文海默 作为科学界的权威 奥文海默在对死亡之秋的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 这场灾难与所有核爆炸的特点完全吻合 作为顶级的核物理专家 奥文海默几乎就是一言九鼎 没有人可以从科学角度来予以颠覆 这是盖棺论定了吗 当然不是 虽然奥文海默名镇四海 虽然奥文海默得出的结论从科学上无懈可击 但是还是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 那就是这个核爆炸从何而来呢 以当时的史前文明阶段而言 谁制造了这场核爆炸呢 奥文海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科学上圆满的解答 却在逻辑上又无法成立 二 地底爆炸说 持有这一学说的专家 已从死亡之秋的地质构造中 发现了天然气之类的物质 遗存为主要证据 认为这座古城的地下 由于地球的演化 逐渐将大量的有机物质转化成了可燃气体 并且随着时间的退移 这些气体越聚越多 并且在地壳的封存下 一直在缓慢地燃烧着 其实这种现象 在现今的世界各地都有发现 并不算什么稀奇 可是特意之处在于 死亡之城的气候异常干燥 特殊的岩层结构 使得地下的气体燃烧温度越来越高 气压也越来越大 最后 形成了巨大的类似煤气罐一样的结构 可怜的城中居民们对此一无所知 还在一如往昔地过着惬意的生活 街上叫卖的小贩 屋里准备餐饮的家庭主妇 庭院里玩耍的儿童 都不知道厄运的降临 当巨大的气压 极高的温度 凶猛的火焰 这几个致命因素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灾难发生了 瞬间的爆炸 彻底把这座城市沦为地狱 没有任何一个有生命的物体能够逃脱 这个学说与死亡之秋大部分已经发现的现象完全能够符合 但是却有一处致命的漏洞 就是如果是类似于天然气之类的化学品爆炸 那么人体遗骸中的辐射从何而来 这样 这一学说也是无法被很多人认可 三 球状闪电说 这一派的学说 主要是前苏联的一些科学家提出来的 他们以大自然中已经探明的黑色闪电现象为依据 认为当年的死亡之秋 就是因为上空的大气在经过太阳辐射 宇宙射线和电场之后 形成了大量活跃威力 这些威力在电磁场的反应之下 积聚在一起 滚雪球式的越聚越多 最后形成了一个充满有毒气体的巨大球 笼罩了这座古城 当这个硕大的球体被闪电击中 顿时 凝聚在里面的巨大能量瞬间爆裂 产生了核爆一般的冲击 把一座繁华的都会变成了今天的死亡之秋 这个学说 也是有着可能发生的合理性 但是跟话核物爆炸说一样 还是无法解释遗骸辐射物质的产生 以及岩石等物质玻璃化现象 四 陨石空暴说 这个说法以美国的核能源专家贝尔为代表 是目前最新提出的一种解释 贝尔研究团队经过大量的模拟实验 发现死亡之秋当年发生的爆炸点 并非是在地面 而是发生在接近地面的空中 并且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爆炸 而是在一个倾斜的角度上发生 符合这一结果的 只能是一颗从天上落下的陨石爆炸了 陨石撞击地球 产生爆炸和灾难 从科学角度来说 完全是成立的 陨石携带的宇宙放射性物质 撞击地球的瞬间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导致火球 高温 冲击波等现象 都与死亡之城的各项研究发现能够匹配 也是目前被科学界认为 最接近于真相的学说 不过 这个学说 虽然从推理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就是发生的概率实在太低了 好像就是一场刻意安排的实验 一颗从天而降的陨石 燃烧着熊熊的火光 带着各种放射性物质和巨大能量 不偏不倚 偏巧冲着印度河边的一座古城斜斜的坠落 在快落地的时候 燃烧的陨石与一处高耸的建筑物发生了碰撞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顿时这座古城就像化石一样 成为了历史 这也太巧了吧 可是除了这个 还能有什么更合理的推理与解释呢 死亡之秋 摩亨佐达罗古城 自从被发现之日记 就始终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 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和假设 好像我们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但是很可能 我们又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找所谓正确的证据 当然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比如地震说 火山爆发说 外星人入侵毁灭说 差一点就说是摩亨佐 达罗古城惹怒了上帝 最后让上帝之火给彻底毁灭了 因为这些学说都不占主流 所以大旅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不过 有一段古印度流传至今的泛语叙事史诗 摩合破罗多 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值得研究 众神发怒了 天空中出现他们的火焰战车 他们在天空中展开战争 战车喷出可以融化一切的火焰 太阳好像要被融化了 那些火焰落在地上 烧毁了树木 使得河水沸腾 百兽化为灰烬 连大象也不能幸免 天地之间好像被火焰烧着了 海洋中再次飞出无数战车 再一次烧红了天与地 不知过了多久 神驾驶这战车离开了 留下满地的肢体不全的尸体 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或听说过这样一种武器 看到了吧 又是战车 又是天火 又是闪电 所有的末日传说里的 种种恐怖景象 都在这里一一展现 这首五百万言的 古印度最伟大的史诗 是不是为我们 道明了古城摩亨祖达罗的 毁灭之谜呢 难道真是上帝 或者外星人 毁灭了这座城市 人类 在宇宙的浩渺和时间的绵长面前 手握科学与文艺之间 却依然是一粒粒尘埃而已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旅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人类未解之谜 下一期继续为您探索 未知的世界和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